先来看一下吧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 就是所有的积分情况 接过了几轮对抗之后呢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现在EDG和苏州LNG 是排在进行榜的首位 都是4-0 是的 现在FarmLust状态也不错 RNG OMG BLG V5 VB Gamer 还有TOP 京东 现在是一个前十名 这属于季后赛区 是的 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看到RAIG UP AL 杭州老门 DAC W 和TT呢 绝对我们目前是排在联赛 比较靠后的位置 但是现在时间还很长 是的 后面三兄弟要加把劲了 是 这种就是属于下路 目前特别强 但你要这样去选的话 其实打野位就比较尴尬了 无勇 无勇 啃起来 驹魔格温 格温 没问题 这种嘛 就既然我下路 已经失去了主动权了 我不如把主动权 一眼对我自己手里 对 双中眼直接灌死你 你下一轮BP 不可能把我下路逼 搬干净吗 对不对 你掏假个字 万一爆了 那可能全场就要隐身了 呜 狭 侠路 很期待啊 哇 那左边这个阵容 还挺完整的 你别说 看他这个侠是走什么流派啊 还是知名节奏啊 即便是打凯南 是啊 凯到极限距离 咬一口 减速 必出产线 这有点伤 没过 好难受 这则现在绕了一个极其恐怖的位置回来 而且还能先进房 又被剪了呀 这我看过这一幕 上次是减南枪的 在上一个BP里面 还要了一大圈来到三脚扫 直接勾 打一套 满身 再耗点血 玩是凯南的英雄 有时候你这种 你感觉你 我A着他三下 别一套技能 我却没了 这就这种感觉 这两个满着Q 减得挺 其他几条线到打得还行 说了换一下血 但是路也比较灵活 是的 并且是稍微有点往左边推的 对 对于紫下来说是一波 压制线 哎呦 紫下这个眼睛还可以 我把W给你浇了 兄弟还不上吗 哦 上落 要杀 已经两颗金了 直接灌大招 这波子杀是有危险的 开急跑往后拉 哎呦 这个拉开以后 刚好W阁岛的那番Q 让第二波的 这个省钱球没有能够晕出来 想捡个卡机 可杀这波有点贪 但这个水量是秒不掉的 对 而且现在凯南没大了 现在责温反身还可以消大 直接给大了 两段的都捡到了 第三段也捡出来 但泽赛这边被电晕 还是挺尴尬的 哎还想拼啊 还要打 但是他面线很多了 下落就打起来了 小号这边是被打出 哎 下落 三下了 哎呀 这边的话小号没死 交了闪现 球就被这个柱子卡了一下 一个夹子封一下走位 这波泽赛捡上去 是我是有点没想到的 我觉得第二波 就大招没了以后捡上去 我是没想到的 主要泽赛当时 也没上篮 他可能感觉是我先锋 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他杀人在拿塔 可能这个想法 还是知道你看看 是没有闪的 但是看到赵欣也不敢上了 走 直接大招走 反应很快 哎 抬到了 这个柱子家抬的配合 伤害够吧 小号还没死 这伤害居然差一点 大招给一下扫分挡住 哎 这波好气啊 因为小号是没有大招 没有闪现的 这波如果能杀掉的话 下落的防御塔感觉 很大 看一下刚才是怎么杀掉的吧 他主要还是探这层塔皮了 你看 对 就差两剪刀的事 被大了个满的 对 然后开W拉过来 又被打出了第二波电 直接放大 受不了了 第三段R也打到 第三段R完了以后 这个时候 这一下我是明天没想到 这个QE上来 但是 这波又被电晕了 又被电晕了 他那个满层的QE 如果捡出来的话 有机会吧 对 可能就反杀了 但是巨魔还是把这个小龙给拿掉了 是的 有点像偷掉了 巨魔 被扫出来了 直接通 小号 皮很大 直接勾 不必说桑芙那个闪 但是上路又越了 啊 这帮 导大哥找场子来了 哇 这波有点伤啊 这样的话上路的对线平衡就被打破了 这边眼睛已经看到了 看到有点来不及了 直接直接大招 没有霍家台 是的 看一下怎么说 来了 这波 然后过去 先打不又给红橙咬 但有大招 柱子什么时候放 啊 已经放出来 放在脚下了 因为这帅没大招 没有这个减速追的能力了 是的 肥的 这波炸耳包直接冲 冲 哦呦 伤害非常高 真低速的没法的闪现 下路一个倒钩 但是这个火箭应该是收不掉任何人的 但是把霍家台上打残了 那下塔还是没有拔角 反而是上塔 要没了 有点乱啊 这没办法 就刚才那一小波打断了整体节奏 又是一个很好的柱子小浩 但是没有人跟得上 嗯 这个点如果只靠霞一个人的伤害还够 小浩 预判到了 但是第二轮一还是成功的 回到了队友身边 这边叫TP过来想打这波团了 也是凯南可能最好的一个机会 呃 这波团要打的话 飞机也是有TP的 飞机可以骑的 看飞机 又是拖到啊 那边着迷亮的表情 动画没高 还有达不了问题不大 但自己的血量 达一点低了呀 嗯 飞机看这个样子是不打算 来了呀 来了 让交踢 但是这波踢来的那边满啊 这波想抢了 四百血被赵心拿到 后面想打卡 有下这个位置 才一个立场 球球可能要被卖了 再抬了一下这边的打野 小浩这边的话有闪现 不着急 哎 拿一个就跑 很聪明而且把这条路线卡住了以后 中路的防御台也可以推掉 飞机这波打得很冷静啊 咱们过来就失去 对 他这边就是不要你过来守这个塔 我要拿这个中路一塔的 这个 最主要这一波 在飞机好像没有炸药包的情况之下 嗯 这个正面的5w5有点略显吃力了 走 他这很能拉扯一个柱子 然后再要再卡出来了 再要再刹这个立场的这个位置 让对面很难受 嗯 这个火箭也没炸到 现在一定要让他巨魔的视野 这个塔能想进场 这边又是哦 但是旁边总有人来接他 嗯 巨魔最鼎盛的那个时期 嗯 又加个什么Poke维鲁斯之类的 又是一个柱子啊 落飞莫打球球了 球都热死了 啊 没死 啊 还是被造文吸死了 还是炮死了 这边要吸死的 拖拖拖拖 这边很尴尬 哎 交闪线 换弓以后大招可以规避一下 但是这个伤害真的不害够啊 没办法换掉换弓 是 而且换弓这里还有大招来规避伤害以后 又拉了一个倒钩 直接倒点了 这边要追了 好齐一丝血 闪贴不来 换闪线 同时交闪 而且这边其实小浩是先交了闪线 原来这波队是必死的 看下ível Olivia来了 这一波也没有人打 他也是打住了 他跟安德尔遲到这个伤害 那的话 大龙还是被骚身扯了下来呀 他只有打到后台的换风可能有点机会 是的 哎 这波 就有点受不了了 被这个巨魔给弄的 但是奥这里开得很快啊 他直接交代上去 魅惑到这两个人 奥打得真不错 这把有点 A2有点被奥急性给打上来了 而且换风这波打得也漂亮 他是看到大了一场二场拿掉以后 经济的差距已经来到了将近九千块 这柱子又是顶两个 又是落开钱 这也不太尬了 但是奥里的自己挺没想的啊 然后被塔带走了 球球带到他 可问捡上来了 我这忍赛来全捡了 小号茶一直选 飞机站要帮过来 换那个精德斯 忍赛来求求 我还没死 一个Table Kill 但是 泽山来全捡了 看着安德来全喷了 我感觉是欧阱啊 哎呦这里回去再加下路 真的一波了 这把节奏 突然间的一个变速 这 中路一波团以后 大龙加两路高地 现在还要推召唤石水晶 这格温加飞机两个人 这两个人进去 刀分这边再黏着苏德章 哎呦被迫不太开启大招 在这一招 安德被打打了 但这个感觉还是要掉基地啊 24分钟 这可能是微博本赛季 打得最干净利落的一场 打得而且非常的流畅 这个真的是good game 是的 打的确实挺好的 微博这把 恭喜他们1比0 对 恭喜WBG 这场比赛 打得真的不像我们赛前说的那样 啊 个人能力账面很领先 但是在运营上面 这把也同样得到了加强 就确实挺爽的 这种形式下 哎呦换福那一波中路很帅 对吧 R 闪E R闪E 然后才被晕住 然后让旁边的队友是帮忙补掉了伤害 R1闪 还是R闪E 反正他那个倒钩拉到了 嗯 那个倒钩拉到凯南 挺关键的 是的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比赛的MVP 啊 没问题 没问题 这把 这说明什么 我们绝对不是单纯看数据给的 这说明我们决定着这个MVP的归属 我觉得我们要给的 这样的吧 但是其实我们 解说可以在解说台上干很多事情 啊